一名中彈的烏克蘭士兵 躺在救護車裡面接受治療 而車的裡面有一個愛心型代 表示臺灣與烏克蘭的國旗 那麼這輛救護車來自臺灣 七月份的時候從臺灣出發 一共是有四十八輛 根據當地的醫護人員表示 一天就搶救了五名傷兵 伸出援手捐贈救護車的 就是來自彰化深港鄉 紡織業的董事長 把這個紅外線的燈 你從外面看不進來 可是裡面呢 他可以完整的來做一些操作 他說穆德退役的消防車救護車皮卡等 救災的車輛 在由他耗資千萬元翻新 透過外交部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 等等的單位 今年七月中旬啟程 把這些救災的車輛跨海運 到了烏克蘭 救護車的車頭也有個愛心的形狀 那麼這是第一批 而十月份再捐出第二批有七十輛 付出實際的行動 來幫助這些烏克蘭的商兵